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八十三集 现在是上午11点23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行情 昨天算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一 美股道琼大跌800多点 NASDA跌500多点 来看看台股 还好没有跌太多 大概跌100点左右 台股没有大跌 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下面 这边美股道琼7值 NASDA7值已经有涨上来了 昨天美国10年起公债殖利率 又创下历史新高 面对美国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膨 总是要让它反应几天的嘛 跌差不多了自然就会涨上来 现在美国道琼7值不是有涨上来的吗 有人问我 是如何调试心情去面对股市崩盘的 要怎么去调试心情 其实很简单 把它当成是数字在跳动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钱 它就不是钱 你把它当成是数字在跳动 它就只是数字在那边跳而已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从1988年开始参与台股 后来再观察美股 然后参与美股 这样一路走过来 经历过很多次的美股大涨大跌 我都已经习惯市场的大波动了 大涨我不会特别高兴 大跌我也是保持平常心 股市的大波动本来就很正常 涨多了本来就会跌 也差不多了它就会再涨上来 现在道琼7值不是只跌了吗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